來自台南的中信金融學院棒球隊 在前職棒球星曾智珍帶領下 僅成軍兩年便在二級聯賽中稱王 下個學年將挑戰公開一級賽事 球隊也連續第二年參與春季甲組棒球聯賽 希望透過與甲組強隊的交手 讓實力更上一層樓 這一次能夠打進春季聯賽的一個 十六強附賽裡面 那正好也可以給我們的選手 來提早適應說未來在你身上甲衣的球隊 你不管是對方打者的爆發力 或是對方投手的 他的球數還有變化球的角度跟犀利 這個利用這個春季聯賽 讓他們提早去了解 現在身上不同等級的球隊 你該有不同想法 包括你的各方面 你都要加強 中信學院的開路先鋒 周鴻飛 儘管身材相當不起眼 打擊失利可是不容小覷 以六成六六的打擊率 拿下公開二級聯賽打擊王的他 期許自己能夠更加進步 幫助球隊取得佳績 因為甲一跟甲二的強度差很多 自己就是我覺得打擊方面 還是太不穩定這樣 然後不會給你太好的球打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還要再多適應 就是他們家族的 成方投手的實力 以一二年級年輕選手為主體的中信學院 面對禁旅美孚巨人 雖然吞下敗仗 但全場都保有相當的競爭力 他們也將把握和甲族球隊對戰的機會 化作成長的養分 未來不僅要站穩公開一級賽場 也將以幾身傳統強權為目標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